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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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史上记载着 当时的技工通过把石块绑在木船上面 先是沿着尼罗河运送 之后改为走人工运河 这一沙草纸的温室初步地揭开了金字塔神秘的面纱 也解释了为什么金字塔都是成群出现的呢 但是依旧还有太多太多的谜团 首当其冲的就是之前提到的两点 相信当我们真正揭开金字塔神秘的面纱的时候 也是把古埃及智慧重现人间的时候